要活得精彩,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陳美芝 自在人生大學堂講中國歷史,講到哪裡? 來到第七集,我們先講講元朝 因為上次講完宋朝 這次繼續有鄧家就,你好Billy Hello 我們上次講宋朝時,說他的邊疆有些問題 因為皇帝很重視做生意、做貿易 不想搞那麼多軍隊的事 所以好像忽視了軍事的部分 是否令到他滅亡其中一個原因? 這是其中一個最主要,就是軍事刻意限制他的發展 尤其是避免被軍官勇兵自重 避免他經常握著手上很多軍權 這會危及國家統治的穩定 所以因為這種思維 當然在宋朝初期,因為他親眼看到五代十國的混亂 所以就有這種政策 早期是很成功的 但是到了中後期的時候發現 他們不足以應付外族的入侵 因為周邊的,我們曾經都說過 其實一路由漢朝,由周朝,漢朝一路下來 其實我們的邊疆有很多少數民族 因為他們的生活環境條件比較差 所以他們對外擴張去尋找資源 是天生有一種這樣的需要 只不過是說我想去外邊找資源 不過人家很強,我們沒有辦法 但當他們看到宋朝是一個相對在軍事上 防守上比較薄弱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很適當的機會 再加上在魏晉的時候,唐朝以來 其實我們所謂的胡族已經和中國漢化了 他們已經有相當的互動 有些有做過官 有些就說他已經入了中原的北方這個地方 是有生活的 當然他那種生活是一種正常的生活 穿漢人的衣服,讀中文等等 但其實在血統上 他們仍然是有自己的一個血緣的維繫 還有他們的文化生活方式 始終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覺得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的民族都有相當的失力 而宋朝比較差 所以我們可以趁這個機會 起碼在自己生活的圈子 那個地方裏面做一些鞏固 用站在宋朝的角度來說 這是一種入侵,一種騷擾 在他們來說就是他們的一種鞏固和擴張 於是形成了其實在北宋年間開始 在我們的邊疆或者北方的位置 已經有若干不同的種族 在苦視擔當 希望有機會進入中國的領土 甚至侵奪中國的領土 就是危機重重 所以我們如果有看過 射雕英雄傳 或者是其他的 比如說天龍八部 這些小說和電影的時候 你記得有一些 比如說 寮、西夏、金、元 其實就是指這幾個比較大的族群 這幾個比較大的族群 他們已經在北方騷擾著宋朝的國境 甚至是透過打仗 透過各種手段 是獲取到一些在中國的地方 是 逐步逐步 咦?我今天拿了一些 你又是這麼弱 我今天拿了一些 你又是這麼弱 於是就引起了他們的野心 一直向宋朝去侵奪 我也是看電視劇的 就是這些外族很活躍 有時就說在那些虛視 在街道上 你都會遇到一些金人 遼國人 是的 因為北方的時候 其實這些所謂的狐族的漢化 其實是很久的 所以他經常在那裡出現 他出現是正常的 他隨時來買東西 隨時路過 是很正常的 就是因為他經常來 所以他對你的掌握也相當大 現在你們比較差 其實他已經知道了 所以在那個年代 其實我們記得看小說 或者看電視也知道 有些叫耶律 原顏等等 其實就是指這班人 這些就是那個年代 已經開始他們入侵了 甚至有很多劇集裡面 都看到他們 他們是怎樣 用一些計謀 軍事的手法等等 來佔奪這個地方 所以在北敵外敵的情況下 宋就滅亡了 是的 宋就滅亡了 當時可以說是摺二廉三 剛才提過的西夏寮 還有就是金 後來在我們中國北方的地方 大草原蒙古 這個地方蒙古族 也都從後追上 也都將前邊所有的 這些已經立了國的少數民族 基本上全部吞併 都立了 全部都被他吞併了 所以在歷史上 我們曾經聽過 或者是看《蛇蝶香傳》 有一個很出名的說話 吞金滅宋 連金我們都要消滅 滅完金 然後直接去吞滅宋朝 所以當他們決心要吞金滅宋的時候 已經建立了所謂元朝 是 建立元朝 那他不是還比秦始皇 秦始皇 也是把那一帶大家相同的 生活文化的一些小國家 統一了 但他直接延伸到邊境 去到邊疆的位置 其實不只是邊疆位置 很遠 其實讀元朝史 去到意大利 是很複雜的 不過很有趣 在我們中國史上 我們一般來說 對於元朝的研究 其實是相對少的 比起歷朝也少 這是有原因的 第一 他是第一個外族 因為當時未入關之前 其實他們是不屬於我們中國的文化 是中國以外的地方 所以他們是屬於外族 我們第一次被外族統治整個中國 這個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我們本身對他們說 他們的聰明只是一件事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力 他們是馬上得天下 但他們是沒有文化的 是 他沒有文化 相反跟宋朝 甚至跟我們整個中國文化 都有一個很大的對立點 就是他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人 所以這一幫人 當我們明朝的時候 去寫他的歷史 寫你元朝歷史的時候 他是很刻意地 只是說某一部分 但其實要理解 原來元朝 我們今天叫的 其實他應該叫做蒙古國 蒙古國 其實他有四大韓國 中國這一部分叫做圓 叫做圓 這個只是中國那一部分 但是如果站在他整個蒙古國 東征西土的一個歷史來講 其實中國的這一部分 只是屬於他的四分之一 所以就是說這個大的版圖 其實是超越了我們中國的歷史上 任何時代的認知點 就是說這個四大韓國 就包括了他們當時 忽必烈和他們的子孫 他各自因為派他出去打的時候 就打到歐洲 大家知道聽過了 就打到去意大利 一帶的地方 所以當時歐洲人一聽到 中國蒙古殺到來了 這種相對他的膚色是黃的 黃種人殺到來了 這樣我們都沒有地方站了 所以當時叫他做黃禍 黃禍 沒想過他們這麼厲害 他們這幾個元朝在中國這個範圍 另外就有三個小的漢國 這三個小的漢國 他們都以元朝作為他們的最大的首領 我們聽命於他 其餘那三個是他的子孫所建立的地區 所以形成了一個大的蒙古國的版圖 是橫跨歐亞 當時在歷史上來說 其實他是有機會再可以去遠一點 不過因為當時的交通來講 又沒有Facebook 又沒有網絡 沒有艱苦才打到過去 打到過去 而且那個路程其實很遠 我們打到歐洲 現在我們坐飛機都說要坐十一二個小時 那時候你想想 如果由中國一路騎馬打到過去 不是水路 是陸路的 一路打到過去的話 其實是不知道多少年月的事 還有用很多人力物力 用很多人力物力 因為蒙古本身的生活環境是草原 沙漠等等 是一個很刻苦的地方 所以他們鍛鍊了一種很勇戰 飆寒的一種心情 所以這種性格是有利於他們去南征北逃 是是 所以形成了他一個這麼大 但是呢 為什麼說他不能再打得遠一點 最主要就是 因為當他們每次出去的時候 其實都說不知多少年月 才回來 然後當他聽到原來皇上駕崩 他覺得我也有power 我也可以爭爭做皇帝 所以很多時候一聽到皇帝駕崩 他就回頭 是是是是 所以令到那個軍隊 通常只是說說到威尼斯 就已經停了 是 就沒有再向前走 就是這樣的原因 其實元朝在中國做皇帝 管治中國 皇帝都不約 有幾個皇帝 好像總共幾百年 元朝相對都是短的 當然沒有徐朝 就是這麼短 但他都有一百年的時間 一百年 一百年的時間 因為元朝始終他的血統是蒙古人 而蒙古人是一個極強標喊 極為標喊的一個蒙古 很大隻的 因為他們那個生活的環境 是造成了他至少 就一定要在馬上訓練 所以他們的體魄 還有蒙古是會落雪的 所以他的生活環境本身就是 能夠留得到在這裏 的生命能夠留得到 可以生存得到 可以長得大的話 其實就是講 他們那個生命力 是很強的 他的意志是很強的 基因是很厲害的 所以他們都是標喊的 你想想我們宋朝的人 都是一些講文化的 文人的 即是你托多兩包米 他都不夠力的 你叫他作詩 吟詩作對 他沒有問題 富蓉風雅 他沒有問題 但你叫他用武力的話 講氣力的東西 相對我們比較弱 所以當遇上這些 這麼標喊的民族的時候 第一我們肯定不夠大 是 就算我們有很強勁的軍人都好 始終我們都不能夠長久 跟他們對抗 所以他們那個 你見他 為何他的版圖 可以去到這麼遠 就是從武力去搶回來 武力得天下 但是我們中國的文化 很早已經意識到 武力只能夠在短期裏面有效 如果要治理一個國家 尤其是治理一個大的國家 好像中國這麼大的地方 我們唯有依靠文化 透過文化 道德 然後加上政治的制度 管理 去令到一個社會 是長治久安 這個所以為何 我們經常都說 要讀孔夫子的書 為何我們這麼重視讀書 其實因為這些東西是長遠 但長遠不是一時三刻看得到的 你要在歷史上 你就會看到文化是有用的 但是你在現實的生活裏面 我們首先會講了錢 講了武力先 因為這些是最快得到效果 而元朝 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君主因為始終有那種DNA 即是覺得我們很多東西 我們是靠拳頭去解決它 所以相對他們對於政治的謀略 對於文化那方面 其實他們相對是薄弱 所以這也是奠定了 為何他們那個國家 大概只是100年的時間 就已經滅亡 因為他們對於我們中國文化 中國是一個這麼有文化的國家 他覺得我們好像有一種差距 我們現在佔領了中國的國土 但是你看我們這裡這麼多人 其實他覺得這幫人 經常覺得我沒有文化 其實你雖然沒有說出口 我看你的表情 你覺得我沒有文化 所以他會用一種高壓的方法 去管治這個國家 高壓的意思就是 譬如用一種歧視的政策 例如譬如說 將整個元朝 再加上其餘的韓國 這麼大版圖的人 他用一種 將它分成四個等級 四個等級就是指 譬如說最優等的蒙古人 第二等的就是那些叫色穆人 色穆人其實就是指 在我的統治之下 他們不屬於中國血統的人 因為他的眼是有顏色的 我們中國人的眼是黑色的 外國人有些可能是帶有藍色的 他指這些是有外國血統的地方的人 或者混血兒等等 他們叫色穆人 因為他本身不是中國的血統 在文化上 他反而容易跟蒙古有互動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人一看就知道 你是外族來的 沒有文化的 他是這樣的 所以第三種他就叫做漢人 即是在蒙古人管理之下 已經漢化了的胡人 即是剛才說的西夏、寮、金 其實他們本身都是外族 不是漢人血統 不過因為他已經漢化了 他穿了漢人的衣服 寫漢字 但實質他們是有分別的 他叫這叫漢人 另外一種就是藍人 藍人就是指藍方的意思 為什麼要叫做藍方人呢? 是指是宋朝的漢人 宋朝之下 剩下的漢人 即是口袋 還有本身是宋朝的人 不是外族 是唇漢人 不過他們是忠於 心底裡是忠於宋朝 另外也有指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 於是你分了四等之後 你已經明白了 蒙古人當然是樣樣優先 當然 其實這種就是一種血統上的歧視 所以你一聽到你就知道 男人一定是最慘的 這是一種階級的觀念 你男人就說 譬如做官 最多只能夠去到漢人 高官的話 如果你們男人做官 只能夠做低級的 或者同一種功的時候 你的人工不一樣的 你的待遇不一樣的 所以這功其實是一種壓迫 你想想 普羅大眾長期被剝削的時候 你的心自然不會服他 不會支持他 再加上 因為他一向都是要透過馬上得天下 其實你用武力是需要有很多背後的支持 錢、糧食 其實這些都是來自民間的 所以他長期向外擴張 其實這一點不是你個人的問題 其實是要整個國家所有人 一起去犧牲自己的利益 而去支持你去進行這種擴張的工程 所以引起了整個國家對他的反抗 即是要處理軍隊都不容易 因為軍隊就是在服侍外族 所以士氣比較低 士氣比較低 如果他招集了 後來他招集了不少的漢人和男人去參軍 因為他的版圖實在太大 你想想我要派這麼多人去 沒有辦法 你又會消耗人命 還有就算我去到一個地方 我都要派人去管 所以你那個人力在哪裡 你就是民間來 民間來 即是說民間的人其實就是受痛苦的人 所以令到大家不支持他 所以各個地方在大概一百年左右 其實不要說一百年 其實根本元朝建立頭過三十年 已經不停有不同地方的反元勢力走出來 就是因為他的壓迫力太強 即是說那個地方的人 就當是自己管理自己 是不聽他說的 是不會聽他說的 趁他一走開我們又叛亂 一走開我們又叛亂 就是因為其實是被你壓迫得太厲害 所以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是的 這個明白了 其實元朝既然是外族的話 當然他的君主的樣子 我記得中學的時候讀 都靈性不同 很大隻的 跟以往那個君主的形象 通常詩詩文文是很不同的 哪個皇帝最出名的呢 當然啦 我們有熟悉的 元朝的首先一個統一者 當然是這個叫做成吉思汗 但他就不是第一個 因為當時他仍然在蒙古 後來第一個入關做皇帝的 就是忽必烈 忽必烈 大家都聽過 這個有讀過 一定有讀過他 忽必烈 也是真的很大隻的一個人 然後他一直下來 之後那些 大家就沒有那麼熟悉 當然 我們通常在哪裡讀 就是在小說 譬如蒙哥 打到入 所謂滅我們的宋朝的時候 他親密去帶隊 另外還有他的兒子孫孫 所謂四大漢國那些 我們在四雕英雄傳 神雕俠女 等等這些小說裡面 其實就會看到這些 後來的元朝皇帝的出現 但後期那些 我相信大家相對比較少認識他 我想問一下 由忽必烈開始 以至之後元朝的皇帝 他管治皇室用的方法 跟我們以前的漢族人用的 同不同的體制 那些是否一樣呢 基本上他在元朝入了中土之後 基本上那個朝廷的運作 就是承襲我們歷代的 中國的政治的習慣 因為這個始終管轄的範圍 以中國人為主 就是漢人為主 所以他基本上的官制 制度 所有的習慣 基本都是承襲著這件事 不過早期的皇帝 忽必烈 他繼承了他成吉思汗 那時候一種 要統一世界的這種 鴻圖大志的時候 他將那個視野 比較放了去 就是除了我已經得到 中國這個範圍之外 我們怎樣去繼續向外擴張 一味是想著 怎樣將那個版圖擴大 所以頭那些的皇帝 頭一兩個皇帝 是比較集中 就是對外的事務 他經常都不在 他人在 但是他會派很多人出去 就是去所謂南征北土 去擴大版圖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 是在陸上 他基本上是無往不利 去到哪 基本上就打到哪 基本上他的反抗力 就是都沒有人可以抵抗到元朝的軍隊 但是最有趣的是 當他一去到海上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終於會碰釘了 碰釘了 那他其中用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 是希望周邊一些的小國 是作為中國 尤其是作為元朝的一個繁淑國 簡單來說 現在我們元朝已經繼承了宋朝 入主了中原 那你們旁邊這些小國 以前在唐朝 在宋朝 都有來我們這裏 苦守清神的小國 那你們都應該 今天來我們這裏 向我苦守清神 那當時譬如說高麗 高麗是入貢 另外周邊還有一些小國 都有來入貢 但是後來發現了 在東海裏面 有一個島國叫做日本 這個地方從來都不肯派人來 於是他用了很久的時間 先後多次派使者去日本 就告訴他 現在我們元朝已經統一了 取代了宋朝 你快點來吧 入貢 但是因為一直都得不到回應 所以這一位的忽必烈 元朝的君主 就是兩度派兵打日本 但是很可惜兩次都失敗二會 很多天時地理人和的問題 但是這個是令到他首次 在擴張的過程裏面 遇到挫折 而且那個損傷是非常之慘 14萬的軍隊只剩下幾個人 所以這個是令到皇帝都很 元氣大傷 也很震怒 從來沒有想過在擴張的圖上 我們沒有試過這樣 遇到這些困境 遇到這些困境 也都因為這樣 而導致了西南方 包括緬甸 越南 當時叫做安南 沾城 這些地方 其實原來元朝都不是 全部所向披靡 都會有敗陣 我們跟他離那麼遠 其實我們都不用這麼聽話 不是說他叫我認他做大哥 我就要理他 所以在這些地方 也都因為 是見到日本這一場戰事之後 也都開始是有一些反抗 經常有叛亂 所以他們皇帝也都派兵去征討他 也都在這幾個地方裏面 有成功的例子 但是也都有失敗的收場 所以經過頭過二三十年 這些南征北土 發現原來在陸地上的進攻 是真的無往不利 但是在遇上有水上的地方 始終他們的失誤是比較多 這個可能也都跟蒙古人 本身他生活的地方 蒙古根本沒有海 沒有海 即是說在他的體格 雖然他很強壯 但是一去到有水 潮濕的地方 他們那種體格就不適應 不適應 譬如說在船上 多洗兩天 他都運船浪 那他怎樣打呢 所以種種的原因 其實導致了他們的失敗 所以剛才你問到這些皇帝 是不是個個都很喜歡打呢 其實是去到 大概第三第四個皇帝 所謂成宗民宗的時候 他們開始看到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治理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單靠武力是不足夠的 所以民宗和成宗相對 他們就會比較主張 就是我們不需要 對於這樣的邊疆小國 我們就盡量不用打的方法去處理它 因為如果打仗太多 就好像剛才說 其實是整個國家的國民 經濟和社會的成本是很大的 甚至因為百姓太辛苦了 所以才會導致很多所謂民變的問題 所以到這兩個皇帝的時候 他開始明白到 原來我們治理一個國家 的確需要用文化的 所以就繼承了很多 傳統中國文化裏面 以文化治國 所以這兩個皇帝相對是 比較溫和的皇帝 比較喜歡用文化方式去治理國家 希望用一種不需要用打仗 或者這些勞民傷財的方法去處理國家 所以其實元朝都有一些比較優秀的皇帝 不只是打的 但是始終這種DNA 都是很強的 所以變成 尤其是蒙古人做將軍 他們始終喜歡打的 因為他們不懂文化 你皇帝 你講那麼多做什麼 你不聽話就打他 贏了就行了 贏了就行了 不用處理了 但是還有一樣 因為蒙古人雖然好勇鬥狠 但是他們在治理了 征土了一個地方之後 他不懂得用文化的方法去安撫和經營 這個地方經過戰亂游論之後 他不是讓他們的百姓休息 去復甦 而是說 剛剛我打完這裡 我打到旁邊 還要這麼克服 所以變成很多地方 會造成後期很多人 反對元朝的原因 是 不過我們剛才這樣交代 其實元朝都有文化的皇帝 不過因為始終的氛圍 仍然都是以一些強韌政治為主的話 其實始終都是導致了他們 最終走向腹亡的一個基因 那元朝有沒有給了什麼點子 我們日後去參考 還是這是一個恥辱 其實應該這樣說 這個就是說 當我們第二次受外族管治的時候 就是滿洲人 所以滿洲人 在他們這個蒙古的歷史裡面 是吸取了教訓 所以我們經常在電視劇都聽到 我們經常說滿漢一家 滿洲人和漢人是一家人 我們不要刻意去分等級 所以說那種四種人 他盡量已經取消 不會講這種 我們是有滿人血糖 但是我們滿人都用寫中文的 穿漢服的 我們也都用漢人做高官的等等 雖然是有些少 在當時來說還是有不平等 但是盡量減低這一種的 還有你會見到 譬如康熙皇帝等等 他們很大力去發展文化的 是啊是啊 他自己也是專家 他自己也是專家 因為原來自你一個國家 我們看到元朝就是 用暴力是不可以長治久安的 只用暴力 只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文化 令到別人心願成福 甚至我們看小說裡面說 永不家父 你善待國民 你就會得到他們的支持 雖然我是外族 但是他都會支持 所以這件事其實 元朝其實也帶給了後來的統治者 一些的教訓 是的 所以我們了解到元朝 都可以稍稍了解一下清朝 之後他怎樣做 原來都是成雜誌 元朝已經撞過板 但是元朝就沒有什麼文人 也沒有什麼出名的詩人 這個就很少很少 因為其實真的是外族 對於文化不著重 漢人是否在朝廷裏 有漢人的官 但通常他們不會做到很高 他禁止你 就是用自己的種族的人去做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朝代 也是應該有很多文化交流在那裡發生 是的 當然 雖然他們是比較暴力 但是他們一樣是有發展海上貿易 因為他發展貿易不用他自己去 你做的 我跟著收稅 所以其實他們都明白到 我們這個國家不能夠沒有錢 所以他當時大力是繼承了宋朝的史博斯 將史博斯推到歷史上的高峰 在泉州大力發展對外貿易 你來買東西 買多點 所以在歷史上 我們記得有一個人物叫馬可波 其實就是在這個時候來到中國 當時也代表著元朝的皇帝 將一封國書帶到當時的意大利 交給當時的羅馬教皇 這件事其實很重要 我們將中國的國書交到歐洲人的手上 是互相有一個使者來往 其實就是在元朝這個時候 其實元朝雖然說他對我們是一個高壓統治 但是他也都將我們的版圖 和將我們的歷史視野拉到很遠 我想問一下元朝有沒有科舉考試 有沒有跟回漢人以前的傳統 有的 這個元朝其實也都因為 因為他入了中國之後 其實他大部分在中國本土都是中國人 漢人為主 所以基本上在官制和朝廷的運作 基本上都是沿襲歷朝的那種模式 其中一樣是包括科舉制度 雖然他自己對於文化的掌握不及 相對比起漢人是不太深厚 但是他自己都會繼承這一樣 就是繼續開科取士 甚至也曾經再去修訂了考試內容項目等等 其實他在這方面都有歷史功勞 即是說他們都覺得這個考試是重要的 雖然他們在他們原先那些塞外的地方 應該沒有這種考試 讀書的風氣 但是他都覺得這是好東西 因為他進來的環境 發覺不同了 即是漢人他們的飲食 他們的言談舉止 他們的生活習慣 那種禮儀是他們沒有的 他們比較直接豪放一些簡單 有問題我們就三口六面 我們就自己用我們的方法打架 或者摔角的模式去解決他 但原來不是漢人 原來有很多種方法去處理 他都會覺得有一部分是值得學習 再加上你統治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你的確不可能事事都是靠拳頭硬的 所以對於開科取士這方面 其實他是有繼承的 也不是抗拒的 所以後來成宗皇帝民宗皇帝 其實他們也在這部分做了很多事情 是 另外就是剛才我們在一個break的時候 剛才剛才聊天說起 那些曆法元朝不知是怎樣的 因為他們在野外生活的時候 就是游牧民族 應該看那種曆法 照計跟耕田的人很關注 那些曆法是很不同的 很不一樣的 因為曆法基本上 曆法基本上 曆人看都一樣的 沒理由不同的 但因為大家應用的確是不一樣的 因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 那他們對於那個星的理解 主要就是認天上的星星的理解 主要首先第一樣就是辨認方向 方向 第二就是辨認季節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游牧 他們要去不同的地方去放牧 要肯定那個季節是有草 而且那個方向 你去錯了回不了線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理解 譬如說沿海的航海的人 他們的理解又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又是跟那個風 什麼時候的潮漲 潮退和那個方向 但我們中國來說 一個地大的大陸國家 其實就是主要以農業為主 所以不同地區對於曆法的認知都不一樣 而其實在元朝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我們中國史上 就是他將過往的歷法 歷法我們有很多種的 原來我們中國歷史上 出現過很多種不同的歷法 這個包括了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地域不一樣 他控制的範圍不同 再加上大家對天文的認識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 等於我們講舊歷 我們都不只是講舊歷 我們有路叫龍歷 又叫陰歷 又叫舊歷 又叫王歷 原來很多名字 其實他意思是 當中是有一些差別的 當然最主要就是地域 北方人和南方人已經不一樣 距離很遠 因為我們不下雪 還有我們夏天會打風 北方人沒有打風這回事 所以這些都是看到我們 對於天文歷法本身的認識 好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原來元朝的版圖 是帶得很厲害 這個是完全超越了我們過往 在中國史裡面所認知的版圖 我們知道有印度有其他國家 但不關我事 但如果現在我作為一個國家 我要頒布一個歷法 給國民去用的時候 現在問題 原來在中國的華東 上海這些地方 原來去到威尼斯都是我的 這樣就差很遠 我這裡日落 你都還沒有日出 隨時是這樣的 這個環境 這個時差怎麼搞呢 氣候不一樣 我這裡冬天叫做下雪 但是你這裡沒有 在廣東不下雪 你最多是低十多度 穿多件衣服 於是他就覺得 我們要找一個比較 相對準確的歷法 所以他就改了 有一個叫做 叫做壽事歷 這個壽事歷 壽事歷的出現 可以說在當時來講 因為君主 和這些所謂天文的專家 他對於自己統治的範圍 那個範圍大了 超出了他們以往的 認知的範圍 所以變成我們現在 測出來 什麼時候會有日落 日食之類這些時候 變成差異很大 不準 今天我們說 今天可能會有日食 或者有月食 如果我們看回香港的通性 他會寫的 今天有月食 不過香港地區不見 他會加過這樣的說話 他的目的就是 在那個歷法上 可能大家都在這一天 會出現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我的角度 其實就不會看得到 所以他就說 我們要透過壽事歷 這一種的修訂 令到現在的歷法的技術 能夠更加準確 當然其實最重要 也都受了一個影響 就是說 其實當時已經有海上的貿易 相當發達 甚至已經遠到中亞地區 即是說原來中亞地區裏面 他們的科技 也都有一部分 是帶了進來中國 所以我們也都受了別人的影響 原來你們可以這樣去計算 這樣去看的時候 變成他對於科技的掌握 知識豐富了 對於測量這些天文現象 又會比以往更加準確 要求高了 所以壽事歷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除了它改變了 即是將以往沒有這麼準確的東西 變得準確之餘 其實我們到今天為止 如果我們還在用手的方法 去計算這個歷法的話 不是用電腦 用那些衛星的話 其實我們仍然以壽事歷的基礎 作為歷法的一種推算的基礎 原來都有些貢獻 到今天我們其實還在用著 雖然不是有變化 但是基本的基礎仍然是來自他 你說到那個版圖去到這麼遠 一定是促進了很多不同的民族之間的交流 以前那些地方不是叫中國 都叫做中國 其實是很多不同的民族的歷史 都混在一起 包括他們的宗教 是不是有些很特別的宗教 傳入了中國 有很多 有不同的宗教 比如中亞地區 所謂拜火教等等 其實都有傳入 那些武俠小說出現 武俠小說出現過 為什麼會出現呢 其實就是唐朝已經出現了 因為唐朝有一個對外的禍番 我們跟他們之間有一個友好 所以變成他們來往的時候 本身已經帶進來 但是有一些宗教在中間也會消失過 比如其中一個叫做大巡警教 即是後來講的基督教 其實在唐朝的前後已經進來 但是中間又消失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在元朝 因為海上貿易和陸地的領土 已經去到接近歐洲的範圍 其實基督教的信仰也都再次 所以若果在這個時候 是陸續也都再回來 所以變成其實不同的宗教 或者地區的 剛才提過 比如拜火教 這些是屬於地區式的 這些是以血統為主的一個宗教信仰 另外有一些就是這些大眾的 即是不計血統不計地緣的 也都傳到來 所以都是一個重要的 剛才我們也提過 馬可波羅是其中一個來到中國 後來也都成為元朝 作為中國和梵蒂岡之間的 一個互動的一個使者 其實都是看到中間 是有宗教上 或者政治上的往來 即是我們今天了解多元朝 多很多 不過下一個星期 就去到大家熟悉一些 我們講明朝的時候 就會多說鄭和夏西洋的影響 究竟有多深遠 下一次再說